今天我身边有两位年轻人,一位年轻人是会计师, 一位是初创企业的e-commerce创办人, 关健康蛋什么事呢?为何要捉他们两个上来呢? 又要不是,他们无端端有个老友记慈善龙庄, 原来他们将他们的菜除了自己用之外, 他又会送给一些老友记的, 我觉得多有趣,多好, 那件事自己又可以玩,然后又可以做有意义的事, 所以我就要祝他们来谈一下, 我很喜欢一些年轻人又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做法, 但是又真是可以帮到一些有需要的人做一些有健康的事, 很适合健康蛋,你介绍一下,是什么呢? 我首先讲一讲农庄的前身, 其实农庄一开始是没有农庄的样子, 本来一开始只有几分地, 大概是四五百尺的地, 在元朗赶紳路, 那时候就是我们玩去种, 种完出来的农庄物是太多吃不完, 要拿去派的,首先就是派给附近住的村民先 等等,你们有一块地, 你们又可以在那块地上打野战就行, 玩摩托机, 为什么你们会选择种东西, 不要讲后期,初时有块地, 那块地是租回来的吗? 租回来的, 无端的租回来的吗? 我以前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就去参观过人的农庄, 其实自己喜欢种东西的, 好,自己喜欢种东西的, 自己种种下之后, 其实只是去玩, 真的吃不完, 租一块地来, 我们做完事, 会计师嘛, 就算完数了, 去见一块绿色的地, 是吧? 种种菜给自己吃, 给自己吃,好 吃不完菜, 就是派给人, 其实一开始派的时候, 可能附近有些觉得, 你种得不太漂亮, 不太好吃, 然后被人嫌弃, 有时都不舒服, 始终都送给人, 之后就种种菜, 不送给附近的人, 可能他们, 因为以前种田出身, 种种的菜很有技巧, 我就选择送给外面的长者, 送给外面的长者之后, 回应很好, 他们很喜欢, 有机菜, 很喜欢的, 有机的, 有机的吗? 是的, 我们玩种菜一定玩有机的, 我们不是量产型的, 当时就跟朋友们有个想法, 不如找大些地方, 叫多些人, 跟我们一样的人, 想种菜, 种完之后, 不如就派出去吧, 这个就是农庄的前身, 当我们成立了农庄之后, 即是你们两个? 是的, 因为我和Kaz是小学同学, 我都认识了三十年, 当时我也是在英国读书, 我回到那时, Kaz也有跟我说过这个提议, 刚好我当时, 做了几年在香港, 然后又回到英国, 读一些关于泥土, 和蔬菜管理的课程, 我是自己其中一个想问心的志向, 所以当时就去了英国和外地, 都去参考一下别人的农场, 如何做, 如何管理和生产, 自己都有一定的认识, Kaz当时跟我说过这个提议, 他又知道我对这方面有热成, 然后又问我, 有没有兴趣一起参与和加入, 因为一开始就好像Kaz这样说, 农庄初期的规模小, 其实很难管理, 因为可能我们想种给自己吃, 但没有可能种三棵, 然后三个月才可以吃, 所以要大一点规模, 然后又可以, 因为如果大规模和很小规模, 其实初期的成本不会有什么大分别, 所以不如我们吃不完, 不如去捐赠给村里的人, 久而久之, 我们又和外面的慈善团体, 在慈善机构合作的回应是很好的, Kaz又负责那边的联络, 所以我们现在捐赠都捐赠到, 有时候去到市区, 深水堡那边的地方, 我伸延一下, 现在农庄里面, 其实有五百个乙工在种中, 有五百个乙工, 有五百个乙工, 是的, 哇, 他们来做什么呢, 这么小的地方站不住了, 所以一开始的规划, 管理很重要, 是的, 我那时候就在想法, 怎样才可以集合这么多人的力量去种呢, 就要好好管理一下, 如何去分田, 以及营运模式应该如何, 现在的模式就是, 每一组乙工, 十个人为一组, 他们推选了组长, 现在现有有五十个组长, 也就是有五十队的乙工, 五十队的乙工, 每一队有十个人, 即是有五百个人, 他们就取得了, 每一队跟龙庄签合约会, 是一年的承计, 这一年, 他们种的菜, 有一半是自己吃, 最少一半要捐赠给长者, 我们这个模式, 就走了几年了, 走得很好, 你说出产的量是如何, 那你出产的量, 我们是有机种植, 当然是不会像一些, 农药那些规模, 大规模, 不需要用多, 我们想带出一些信息, 就是想大家, 玩之余, 就是我们仲裁为了玩, 玩到出来的生产力, 来贡献社会,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是吗? 我听到, 我有点无管动, 由一个这样的, 自己种菜, 其实你们各人都有正职, 种菜, 公余的嗜好, 然后种多了, 大家分, 越分越多, 不对路了, 我们需要有一个管理的方式, 我想问, 钱从何来? 是吗? 你的营运是怎样? 除了你们, 你拿些菜出来是送给人的, 你的营运是怎样营运的? 这个就是你讲未来的计划, 很重要的, 一开始农庄的成本, 就有委员们和董事局, 就是有些善良人勇, 赞助他这样做, 但这些赞助, 没有可能长期赞助, 它只能赞助, 一开始你租地的费, 或者基建的费, 之后就自给自足, 之后呢, 所以农庄要推出几个计划, 我们刚刚所说, 种菜派菜的计划, 是叫做爱心种植, 慈善派菜计划, 就是由义工种完的菜, 有些自己拿走, 有些派出去, 要去持续这个运作, 一定是资金, 资金我们有一个新计划, 就是叫做, 现在的名字还没想到, 是卖菜, 那农庄就会请農夫, 他种的菜, 卖菜所赚到的收益, 就用来撑回派菜那边的成本, 那我们希望, 就是将北九的将来, 可以去做收支平衡, 那这个农庄就可以, 永续地走, 但我有兴趣呢, 就是知道两三样这件事, 就是什么叫有机菜, 我们等人慢慢谈, 我很有兴趣, 那五百个义工, 就是有人来贪玩, 可能玩, 咦, 不好玩, 我走, 但是你怎样可以令到他们, 就是这样一齐, 和你们去, 有一个大家共同的目标, 去做这件事, 有些玩够, 很辛苦, 经常要进来, 我想知道他们的, 你用你们的爱去看这一班义工, 就是他们是怎样表现的, 这个我就很想说, 因为这个就是我需要想的东西, 怎样可以令到一班义工, 他去种菜之余, 亦都保持恒心去种菜, 其实每一个义工, 来到奴障的心态都不同, 有一些, 好像阿蛋哥所说, 真的尝试想玩一下, 一会而已, 所以我成立的时候, 现在这些田全部免费, 是给义工去拿的, 免费他拿, 但是免费你要承计, 就是身体力行去承计, 又不用出钱, 做自然又不用出钱, 你出力就可以了, 他的力那里, 他的组长要负责, 找九个人, 一起照顾田, 因为我们在农庄角度, 我们希望这些土地资源, 是全部善用的, 又不会浪费的, 那我们会定期做评计, 如果有一些田, 我们看到荒废, 或者是出不了菜出来, 那我们会跟他谈一下, 你是不懂种, 是不怎样, 还是你根本找不到人, 以及不够人手去种, 他会安排的, 可能有几组是不够人手, 我们会把它合拼, 或者是没办法收回那些田, 我们给一些在轮候的人, 我们现在在轮候的组别, 都有差不多二十组, 二十组在轮候, 但因为地方不够, 所以就给不到那么多组别, 现在留在那些组别, 都是非常积极的, 我再好奇一下, 人家日出而作, 日入而式, 耕田是日日的事, 你那些义工, 老实说义工, 他要上班, 人家那块田最需要耕种的时候, 他要上班, 那些时间, 上班时间, 都是有义工打理的, 还是没有的? 这个就要说, 有机种植的技巧, 明白, 如果是这样的话, 因为本来我打算, 跟你轻轻谈谈, 这个农庄, 原来我估不到这么有趣, 而且你吸引了这么多义工, 我很想跟你留下多力一会儿, 这条片之后, 再继续谈谈谈, 讲多些, 你们种什么菜, 有机的概念是怎样, 为何可以做到一件这么有趣的事出来, 好吗? 大家都想, 因为我很喜欢这些年轻人, 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将自己的想法, 又可以贡献社会, 我觉得真是很值得, 健康蛋去带给大家, 如果现在有第五八零一个义工在看, 想参加都行吗?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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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欢迎, 蛋哥来一定欢迎,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留言, 我们就转介给他们两位, 好吗? 记住订健康蛋, 我们下一条片, 就会讲下这个老友记的慈善龙庄, 他怎样去营运, 有趣, 大家真的可以在公园的时候, 自己可以做到一些, 对社会回归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好吗? 谢谢大家, 不要走着, 可以了解, 可以了解. 好,